就是从前就是有一个有一个学生他当时他在城里边上学 然后因为他就是这样干回事就没办法被退学了 为了要上学他爸妈就给他找了一个在就是那种农村里的那种学校 特别偏特别阴森的学校 然后那个那个人上学的时候就某一天上学就回家路上 他那个路上是一个林小道 就看见老太太把脸全部裹下一个老太太白布裹下老太太 他觉得很奇怪 那个老太太就问他 小朋友有那种很阴森的朋友 小朋友去哪儿啊 那个那个小男孩就没理他就不好了 第二天呢放学那小男孩又看见那个老太太了 还是一样的装扮 又他这次就有点好奇啊 他就问老太太你干嘛呢怎么站在这儿 老太太这次不说话 那个小孩觉得特别的意思 他他又他又走在这儿 他回头看着老太太不见了 第三次又遇到这个老太太回家路上 这个老太太把那个面筋慢慢的往往正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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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